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点从事 整个安装过程无需人为干预 用户只需要耐心等待即可 可以看到系统正在自动安装 这里顺带提一下下载的镜像文件保存在系统的下载目录里 到这里安装完成 最后重新设置一下网络 刷新一下应该就可以上网了 嗯 现在网络正常了 现在打开设置我们去看一下系统的版本 终所周知 Windows有专业版和家庭版等多个版本 一般情况下专业版功能更丰富 比家庭版要好 这里看到好像是家庭版 为了确认一下我们到系统激活里去看一下 没错 是家庭版 如果你需要安装专业版 建议还是从公众号中下载 只需要关注公众号爱奇迈克 回复Win11就可以获得下载链接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观看 咱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